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共同讨论中医诊断学 再过各位同学 我就这么一学期的教学过程中间 我来逐渐的认识大家 那么中医诊断学显然它是一个 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 向着临床过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了 是大家作为医学生 一个专业基础上 一个必修的重要课程 所以作为诊断学的内容上 我们首先讨论一下 有关诊断学的序论 那么这个序论的话呢 是要给大家介绍 整个中医诊断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这个诊断学它所涵盖的基本的一些内容 另外的话呢 要给大家介绍中医诊断学的基本原理 以及临床运用的基本原则 最后要讨论一下 这个中医诊断学在历史上的一个发展的基本情况 它的理论怎么形成 一些重要的医家和重要的一些医学著作 那么在这些内容里边的话呢 当然重要的首先肯定是要把握好 中医诊断学的基本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清楚了 那么对我们整个这个学科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也就可以基本把握了 第二个比较重点的 那就是说 有关我们诊断学的基本原则 到了临床要运用的时候 要知道遵循这么一些基本的原则 来运用相关的中医诊断学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基本的理论 所以这是序论 大概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要说 中医诊断学的基本概念 你要学一个任何一个学科 它都有一个基本概念 把这个学科的它的一个基本内容 给它界定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中医诊断学的基本概念 也就基本上 也就把握好了 我们有关的中医诊断学的 所涵盖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那么有关中医诊断学的基本概念来看的话 在我们教材序论第一页的第二段 也有一个定义了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在不同的一些教材 对诊断学的概念的描述上 在用词用语上不仅完全的相同 但是它基本的含义都一样的 最主要的就是要说这个诊断学 中医诊断学 它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来进行 所要进行的内容上是一方面主要是研究一些 诊查疾病的一种基本的一些方法 收集病情资料的一种基本方法 进一步把收集到的这个病情资料 作为判断疾病的依据 对疾病做出一些判断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诊断学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学科所涵盖的这个内容 所以从这个定义上来说 这个概念的描述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医诊断学 它最基本的这个含义上就这么两条 也就是诊断这个名词所决定的它的内容上 一般我们现在说诊断都容易作为一个词在讲的诊断 但是实际上诊断在我们中文里边来说的话呢 那诊就是一个含义 断又是另一个含义 所以整个诊断学也就是说这么两部分 一个讲诊 一个讲断 那么所谓的诊 从字意上来说 就是诊查 查看 了解 我们教材的第一页的 第一行也提到这个意思了 是吧 那么这个诊查查看 用到我们的医学上来说的话呢 那就是说是诊查疾病的一些方法 用来收集病情资料的一些方法 我们看病就要收集这个病人的一些 病情的一些变化 那么要收集这些病情变化 病情资料的话呢 就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获取这些病理资料 是吧 那么获取这些病情资料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就简称诊法 这个就是诊的含义 那么通过大家在进入中医院校进行学习 上学期通过一些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 大家可能也已经比较知道了 熟悉了 我们中医诊查疾病的方法 也就主要是什么呢 对了 那就主要说的就是这个望文问切 四种收集病情资料的方法 所以整个我们诊断学第一部分 也就是说紧接着我们序论下面要讲的上篇 就主要讲这个上篇 望望诊 文诊 问诊 切诊 只能说我们这个教材上 把望诊中间望舌 作为它的内容上比较丰富 方法上在中医学望舌 是我们诊查方法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诊查方法 所以我们教材单列了一张 那么作为舌诊 另一方面就是切诊中间 我们把切 这些主要切诊的内容是切脉 称作为了脉诊 而切按人体其他的皮肤 四肢 顺腹等等 这些还是传统说的切诊的范围呢 那么我们这个教材把它作为了另外一张 叫按诊的内容 这样一下弄下来 在我们这个教材的上篇 讲诊法的上篇 说了有六章 其实归纳起来看 还是就是这么试诊 万文问切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概念上讲的 他要诊查病情 这就是讲诊法 内容上诊断学的上篇就主要讲这部分的诊法 上了临床 我们要说看一个病 病人来了 坐在你面前 你要看这个病 那怎么 比如说看见这个病人 面瘦红刺 这个 蛇字红刺 蛇胎黄 那么这样一些表现 而第二方面 又比如说听到他说话 咳嗽 等等这些声音高亢有力 那么再进行询问了解 问到病人有口干 口渴 小便黄刺 大便干燥 比如说这些现象 最后再把脉 切脉的话 切按到病人这个脉搏波动频率加快 我们中医称作为这个硕脉 是吧 那么这样 一些病情资料 是不是就通过我们传统的中医的这种 望 闻 问 切 试诊 来收集到 现在这个病人 在你这看病的时候 有这么一些现象 这么一些病情资料 对吧 这是第一步 那么临床就诊 第一步 收集病情资料 通过这个试诊来收集 那么收集到这些病情资料 干嘛呢 把这些病情资料 看到了之后 我们肯定就在一边在看病 头脑里边就一边在想 这个患者 这么一些现象 是什么原因 怎么引起的 为什么 这样病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那么这个第二的一步 那就要做出的一个什么呢 判断 判断 对了 像刚才说到的这些现象 你们一想 大家就在说了 哦 这个是病人是有肉 是吧 我们一般民间老百姓说的 上火了 是吧 我们中医诊断学后面要说 这个看见这些现象 那我就可以给他判断 他是一个热症 对吧 这个热症 就是你对刚才那些病情资料 收集到做出的一个判断 那所以我们就说 诊断学第二的一部分 那就是要断 这个断 字面的含义上说判断 决断 推断 做出这么一个断 在我们医学上来说 那就是要对疾病的病情 病理病机做出一个判断 做出一个辨识 一个辨认 是吧 那么这一个判断 在我们中医学临床上 最重要的人 主要就称作为辨证 给他辨出来 是什么样一个证 那所以我们教材 中医诊断学这个教材 是吧 第二的一部分 试诊讲完了 第二个一部分 中篇 那就主要是讲辨证 是吧 主要是讲辨证 这个辨证的一些方法 当然我们一共说来 有这么一些八纲辨证 我们这个教材进一步说的 病性辨证 以前说的一些 气血经验辨证 病因辨证 丈夫辨证 再往下经络辨证 胃群血辨证 三胶辨证 六经辨证 所以中篇主要讲的 就这么一些了 全部是辨证 当然我们说 在临床上看病的时候 我们还提到 要对疾病的病名 做出一个判断 按临床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断 断的内容 所以在我们教材上 第二的一条 括号二 写了一个整病 那么其中也是对疾病的病名 做出一个判断 那是整病的内容 那么这两部分的话呢 由于我们学科的划分 在我们中医整段学来说呢 那就最重要主要强调的是一种辨证的内容 而整病 作为对疾病的一个判断的 病名的一个判断 整病的内容呢 在有关的相关的 其他的一些学科 就是各临床各科 主要就和大家一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些疾病 做出一种疾病的一种判断 要诊断某个疾病 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诊断 依据 如何进行治疗等等 所以在我们这儿来说 诊断学 这个诊断 断我们着重的强调辩证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整 中医 整个中医的正点的所在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在前面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了 中医学有两大特点 对不对 哪两大特点 对 第一 那么是这个整体观念 是吧 那就是说的 所有的中医理论 都要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来进行 第二个一个特点 那就说的 临床看病的一种事 中医学和其他医学 有所差别的比较重要的特点 就叫做什么 辩证论治 对了 那么辩证施治 辩证论治 那么首先前提就要辩证 然后再根据证来进行确立制法 浅方用药 那就是论治的内容 是吧 所以我们当然重点强调介绍的就是这个辩证 是吧 所以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举例所提到的 这么一些表现之后 你看到那些表现之后 那就在给病人做出这么一个 不断的思考 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它是热症 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给这个病人 刚才说到这些表现 你要判断它是一个热症呢 那这就是要讲了 你为什么热症就要说它面色红呢 是吧 那是中医基础理论说过了 这是热性烟善 热意冻血 它加速血循环 充斥于 于面部了 溶润里面 所以面红舌质红呢 是吧 为什么会口干口可 大便干燥 小便黄刺呢 对了 中医基础理论给大家说了 这叫热意伤筋 伤了筋液 筋液亏少了 这些表现出来 是吧 为什么会出现硕脉呢 那也是说热意冻血 是吧 加速血循环了 这样的话呢 拼这个脉搏频率加快了 硕脉 所以这些你要做出这个判断 是不是就一定是要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 因为中医基础理论这么告诉大家的 是吧 所以刚才我们说 诊断学这个定义上说的 首先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 来研究怎么整查病情 怎么判断疾病 是吧 所以我们说 基本上把诊断学这个概念 清楚了 诊断 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医诊断学的基本内容 也就基本把握住 是吧 所以这就是有关断的这个含义 那么由于有了这个断 是要主要是要变症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之间 那么症究竟什么叫症 中医学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变症 这个症的定义 在前面中医基础理论给大家讲相关的 里边 比如说说到特点里边说的这个 叫做 诊断学的 叫做中医 这个中医基本理论的特点里边 刚才说的要辩证论治 那么讲辩证论治的时候 可能也顺带提到什么叫辩证的症 是吧 那么在当时大家刚刚进入中医院校了 对这些来说还不太清晰了 是吧 内容上可能还没有很好的 掌握好这个症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强调它 所谓症就主要是指的病人来就诊 某一个阶段 对于疾病的一种 病理上一个高度概括 概括出来 这个叫做一个症 是吧 那么这个 特殊的某一个阶段的判断呢 最主要说的是疾病 是吧 病人来就诊 在你这儿来就诊的时候 你给这个病人做出的一种判断 那么过了这个时候 比如说上午就诊 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有可能下午 他的病情发生变化 明天病情发生变化 再来就诊的时候 你那个所要做出的判断的变证 有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是吧 所以我们只说是病人的某 某一个阶段 特别是指的在就诊 这会儿给他做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病理判断的内容上 要包含什么呢 那就要包含着有疾病的病因 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个疾病在什么部位 性质上是寒还是弱 需要病性 病逝 这个病逝呢 主要就指的是邪正正衰之事 那么邪正正衰之事 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给大家讲 主要产生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对了 那就是虚实 邪气胜则实 正气 精气 夺则虚 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辩证的名称 基本上就要涵盖这样一些内容 比如说 大家生活中间受凉了 说前两天天气突然变化 就受凉了 那么受凉了之后出现鼻塞 流青气 打喷气 头身疼痛 咳嗽 是吧 进一步再严重一点 可能有什么物寒发弱 那一看我们一望 蛇像上 那么他有蛇子淡红 蛇苔薄白 把脉 脉相比较容易 窃暗道 佛禄于表 很容易窃暗的 清取吉德的 是吧 那么这一类的 我们说 比如说是佛曼 那么有这样一些表现 来你这儿就诊 那么我们可能通过中医 试诊 收集到这些病情资料了 然后你就不断的大脑里边示威 这个现象 可能是一个什么问题 感冒 对 那感冒只是说 对他一个疾病的判断 那个就是断了一个病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对病人 中医强调这个判断 还一定要说要辨证 有了辨证 我们才能进一步的论治 进行治疗 所以我们就说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到 他外受凉 受了一些疯寒 最后发生这些现象 那么可能我们就会说 他这个叫疯寒表证 或者说 克兽比较厉害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说疯寒 你想到了肺 那么导致这个肺 气势于宣将 出现客喘 那你可能说 疯寒犯肺 那比如说 这样一些结论 你对刚才这种病人的 一个判断 那这个是一个辨证 我们就说 有了事证 第二就辨证 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 变它是一个疯寒表证 对吧 那么你看 这么一个疯寒表证 这个疾病病理的 一个概括出来的话呢 那他就涵盖了 病因上是外受的疯寒 病位上在基表 或者说肺和皮毛犯肺 这就是病位的 一个概括的意思 看概括了 疯寒犯肺 病性上 那么有疯寒之邪 是外感六阴邪气 从病理的性质上来说 它是寒症的范围了 不是弱症 邪症胜率来说 这是实症还是虚症 对了 它是有外感邪气的 应该属于实症 所以一个疯寒犯肺 这样就把这些病因 病位 病性 病逝 这都涵盖在里边 做出的一个概括的高度 概括的这么一个名词 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就叫我们中医说的症 这就是症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看中医 在临床上 对疾病做出一个判断 看病 它就最重要的 要进行这么一种辩证 因为一旦你辩出来 它是风寒犯废了 你可能怎么进一步论治 对了 那我就要输散风寒 是吧 在表的新温节表 是吧 犯废废弃 实于宣降 客船为主的 你输 输风散寒 那还要宣废止客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说 辩证 才能进一步进行论治 你如果判断上 只判断这个病人 就是一个感冒 那这个感冒 只是一个疾病 怎么去进行治疗 论治 再对于我们中医学 只是一个感冒 进一步要尽定立 这个论治的治法 和浅方用药 我们就不能很准确的进行 是吧 所以这我们是强调 着重要辩证 这就是大概正的含义 进一步我们把它 搞得弄清楚 弄明白了 我们下面进一步要说到的 每个进一步的一些章节里边 要辩证 就要高度 是吧 重视 这是有关判断上 我们重要的强调是辩证 那么既然来说 辩证是对疾病的 证是这么一个定义上说的 是吧 是对疾病 病因病性病畏的一些高度概括 所以辩证只能说辩 那么它是一个动词上来说 也就是辩认证后 是吧 那么辩认证后 那么也就说 刚才我们说 你要辨别这么一个病人 说他受凉了之后 有那么一些表现 最后你要把它辨认 为外感风寒 说要风寒表证 风寒犯废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说 为什么要这么辩证 是不是就一定要在我们 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 因为我们说是肺和皮毛 所以他外感六寒风寒是由皮毛肌表进入 所以最容易影响到在表在肺 是吧 那么肺开窍于鼻 所以的话呢 就可以出现外受风寒了之后 有鼻塞 有清剃 是吧 有这些表现 肺气是于宣降而上腻的 可能就客串 是吧 所以从这些现象的话呢 那么就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来判断 这些病人可能 那么由于外感风寒 是吧 可能出现这么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的辩证 一定要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 把市真所收集到这些病情资料 通过理论的指导 在你头脑里不断的分析总结综合 最后概括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说的辩证 是吧 所以总觉得大家 总觉得这个中医学 这个辩证辩证很抽象 是吧 其实的话呢 也不能主体 这个抽象并不是说 完全虚无缥缈 是吧 他还就是这么一些 比较实际说的 具体病人的这些临床表现 那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来 进行通过你的不断的思维 综合分析 完全是一个非常具体实际的 临床实践的一个活动 一个过程 这就叫辩证 是吧 其实也并不是非常困难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举例说到 那个比较有热的一些表现的现象 刚才我问大家 那么看到了这些面色 红口肝 口口小便 黄刺这些现象 我问大家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你们不是也都想出来了吗 大部分都在说 这个是有热 有火 是吧 这个有热 有火 还是就是你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判断 只能说 我们最准确标准的名词 我们后面说 这个要叫弱症 是吧 所以你们也能辩证 也能判断 这个并不是非常困难高深的 也能够容易学到 掌握到的 是吧 只能说 临床上还要不断的实践 总结经验 这个经验积累 辩证 变得更为精确 是吧 更为这个熟练 熟悉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们诊断学的第二大部分 最重要要说的 是吧 断 讲辩证 是吧 至于我们教材内容上 第一页 是吧 倒数 第三段说的第二 那个诊病 刚才说了 那个肯定是一个断的内容 但是最重要这个内容呢 是在以后的临床各科 去给大家讨论 相应的诊病的一些 内容 所以我们要说整个诊断学的 是吧 基本的一些内容 主要 说主要的 范围 由于我们更强调诊断学这个学科 更强调辩证 所以我把教材上 是吧 第三的 我们教材第二页 第三说的 第三的一点 说的辩证 放在前面 是我们学科更重要的内容 是吧 第三的 第四的这个 第三的一个方面说的 整病 虽然肯定是断的范围 但是呢 相对我们学科之间的一些关系 就要次要一点 当然 那么大家就要说 那个究竟病和辩证 都是对疾病病理的一个概括 有什么差别呢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病应该这么来看 应该说对病的这个定义 怎么去界定他的话呢 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这个病 严格意义上 什么叫病 他是要和健康的状态 病理的状态 和健康的状态 是对立而言的 这个叫病 是吧 抽象说的 不健康 非正常的一些状态 说的这个病理疾病 这个意义上去定义这个病 应该说抽象的是这么一个含义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病的 这个定义 这个概念 脚材上所提到 这么一个定义 是吧 那么意思主要是说对疾病的病名 为什么我们概括出这个叫感冒 那个叫立疾 说像这样一些疾病病名的概括特点呢 它和症有什么差别呢 就主要是在于这个病 是指的对疾病全过程的一个病理规律的一个概括 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患者 男性女性 老年人年轻人 是吧 不管是冬季还是北这个夏季 那么这样一个只要患的一种病的一个基本病理特点是一致的 这么一个全过程的一个概括 那么这个就叫病 知道吧 刚才我们强调症是什么 是对疾病就诊 当前那个某一个病理阶段的概括 所以这首先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刚才大家说 遇到那些受凉了之后出现那么一些表现 你说感冒 这个感冒就只是对它一个全过程的 不管你冬季受了一些外感 出现一些鼻塞流青涕也叫感冒 夏季有这些现象也还是叫感冒 是吧 这个是一个全过程的 但是我们中一看来的话呢 你冬季受的可能主要是受风寒 兴起的寒症 是吧 所以症它就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一些病 它都在某个阶段可能出现的一些 共同的一种病理特点的一个概括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横向的 说都容易 这样的话呢 作为一个病 那么理由了纵横两个方面的一个因素 是感冒症的病 然后辨证它是风寒表症 相当于这样纵横的一个交叉点上 只有这么一个 这样的话呢 你的诊断上实际就更为准确一点 知道更为精确一点 所以这儿呢 我们就说 这个中医学看来 在对于临床疾病的判断里边 症和病 它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知道 要区分开的 当然我们就说了 还是说病 因为学科的一些因素 我们进行了一些划分 那么有关病怎么去判断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理特点 这些呢 就在临床学科要给大家主要的讨论 各科 再去内服耳科这些讨论 它具体内科 有一些什么比较常见的病 每个病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 病因病基 知道 每一个病怎么去进行一些辩证论治 所以这儿呢 就其他的一些学科来讨论 我们给大家就主要强调 知道 这个辩证 所以这儿是我们说的 有关我们这个 诊断学的基本概念 也就是它的基本内容上 重要的几部分 那么最后我们说在诊断学的基本内容里边 教材上第二的一页 最后第四条说到有关病例 病例 病案的一种书写 那么病例 病案的一些书写格式要求 是我们学科里边 说把这部分的内容 放到中医诊断学来加以讨论 也就是我们教材的最后的夏天 里边讲了一下 临床上如何对疾病进行一些判断的 思维 收集病情资料的方法 最后怎么按照比较规范的格式 把它记录在案 这就是有关病例的一些书写 那么放在诊断学来加以讨论 但这部分来说的话呢 也就是说比较简单一点的 主要是书写的一些格式 注意事项 等等要进行一些反复的练习 来进行一些收集病情资料 然后书写这种完整病例 但这部分我们说就没有一些更重要 更深奥的一些什么理论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也是在诊断学的内容里边 比较次要 比较次要 所以这样我们就说 在教材第一点有关它的概念 第二有关它的这个诊断学的基本内容里边 是吧 那么通过概念 也就是把内容把握好了 重点就是注意的两大部分 整法 试证 上篇的内容 第二就是中篇的辩证 是吧 这样诊断学 把它这个基本的一种概括 是吧 基本的一种概括 把握好 那首先要每一个学科要重注意 他这个学科的一些性质特点 基本内容 是吧 最后说完了 你学完了这个整整个中医诊断学 便在问到你说到 你中医诊断学讲什么 学什么 你就可以很高度的概括 关键就这么两方面了 一个是整 就是试整 是吧 万亡问其 一个方面就是断 就是辩证 就脏子辩证 八章辩证 是吧 病性辩证 气血经验辩证 六经 卫行 血三交 这些辩证方法等等 是吧 所以首先 把诊断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内容 弄清楚 好 我们下面休息一下 再讨论下面的内容